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心情就久都不能够平复 回到一个人的房间真的不太习惯 旁边还摆放着你视线涂的护肤品 想念百岁烟雾一起弥漫 不知不觉见眼泪皆失了枕头颈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视频童话 这种日子还要坚持几个冬夏 现在像是铁没有了流星化纳 身边的环境安静得让人可怕 怎么才能适应这该死的阶段反应 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饭都不香 两个人变一个人我好像换了香病 孤独感都体现在脸上变着沧桑 回到电话睡觉我闭上了眼 站穿翻侧直到想起七点半的闹钟 看镜子里自己哭丧的脸 负面的情绪把所有兴趣全部操控 这病态的反应说是害人不欠 又慢慢习惯让自己放松 再看高处相见去看新鲜点点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而变异的生活天空像是有情转影 忍不住的想念不需要去说明原因 何时才能再见 这房间太过于冷清 曾经我不理解 原来这就是阶段反应 耳边移的生活天空像是有情转影 忍不住的想念不需要去说明原因 何时才能再见 这房间太过于冷清 曾经我不理解 原来这就是阶段反应 买的咖啡喝得越来越苦 全藏的饮品都感觉不到点了 眼神变得换散了 是无主 不行不能这样一幕的闲着 翻开想策回忆又开始不住编辑 回到现实的空虚开始懂呢 拉开窗帘看到 雾霸样的天气 选择开瓶瓶的清闹啤酒喝 我的模样别人看还以为我在演戏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知道 没有一点夸张成本的感觉没法比喻 只有身边的幸福感才是解药 所以退卖过后就享受当下 最好的东西出场都是压轴 把悲伤都放进门口的油画 克服阶段反应我们一起加油 耳边移的生活天空像是有情转影 忍不住的想念不需要去说明原因 何时才能再见 这房间太贵冷清 曾经我不理解 原来这就是阶段反应